连池潭原本是高雄著名的觀光景點 期待遊客人數增加能夠活絡商機 连潭路的店家接受了金發局的輔導 組成了商店街區管委會 不過在店家積極動作的同時 議員建議市府增加遊客停留時間的方法 是早日的開放 连池潭的水上活動 连池潭成為遊客必遊景點之一 店家看著人潮更想設法轉換為前潮 找出對地方經濟繁榮的共識 高雄市连池潭商店街區管委會成立 要把连潭周圍營造成高雄市的新商圈 遊客來這邊最起碼你可以逗留 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這樣子的話 絕對絕對可以帶動我們這邊的商機 然後晚上我們也想要營造完整的商機 然後現在不只是有龍虎塔 還有啟民堂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商圈 還多了一個四面光 希望觀光客從最長停留的龍虎塔 繼續往連潭路裡走 連池潭商店街區管委會要做的是留住商機 店家有強烈的企圖心 議員建議市府把連池潭水上活動的開放 當成配套做法 賣點也亮點也都要夠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現在其實連池潭最漂亮的景觀 就是在我們的連池潭的湖面嘛 那連池潭湖面裡面你想那麼漂亮的湖裡面 如果目前只有愛 牙齒船 那牙齒船真的也不夠 因為它一艘牙齒船只能做28個人 然後有時候一天只有一班至兩班 我們希望注入更多的元素 譬如說踩水車 牙齒踩水車那種的 或者是我們的滑水活動 遊客在連池潭風景區停留的時間越久 越有機會拼經濟 店家開始動起來了 議員期待市府繼續努力 更是翁員劉俱善採訪報導